有議程 他不來可以 但是不能今天早上才送 送假單過來 麻煩總統府啊 代表 我看你們的代表是誰 是師父秘書長 告訴我 陳瑜秘書長為什麼不來 理由是什麼 關於那個貴委員會上星期五 發了開會通知單 那本府今天是指派由我來列寫說明 那我們是群立辦理 不是一半 請問他今天有事嗎 是 報主席 那個民主黨有他既定的行程 他在司法法制那邊有排會嗎 向委員報告 我們回覆開會通知單的公文 有送貴委員會說明 我們是群立來辦理 群什麼立 群立也要遭委同意啊 昨天前一天 大前一天也沒有給我們任何一個電話 有給我們委員會 有任何電話嗎 有沒有 各位沒有電話 我跟你講我不同意你來代理 你先打電話給他 我希望他來好嗎 謝主席喔 我們今天我們所發的那個公文到貴委員會裡面是有提到 那其實這個之前是有相關的慣例 那立法院 queremos sale 那立法院各議會邀請請請 жен 好嗎 立法院的慣例是要召委同不同意嘛 各位 Survivor escapes 包括本府的慣例喔 你打電話給他就好了好不好 各位辦公文本府的慣例喔 呃依照憲法徵集條文第三條第二項第一款 dec 這個在我們今天的回復貴委員會的公文上面有提到 對立法院負責的憲政機關系行政員而非總統 亦非總統府或總統之幕僚 原本府秘書長出於貴院審議本府預算 按時列席被尋外 不應貴院之邀進行專題報告 以服憲政規定和憲政慣例 那相關的這樣子的一個說法 是歷屆對立法院這樣子的一個專案報告的一個回復 這是一個慣例 謝謝 如果你認為總統府用公文書上面所寫的就是慣例 那照理說 這是施焉走私109條的主模式在你們總統府的四位市 四位市在總統府的組織辦法裡面就講得很清楚 在總統府組織辦法裡面的第八條講 這個負責主管的就是總統府秘書長 那他主管的業務他當然需要他負責 今天早上來的就是主因啊 所以他沒有管好才會有 今天這樣子的結果不是嗎 來這邊我們每位委員都會非常有禮貌 也會稱他陳秘書長 如果說他能夠解釋清楚不是很好嗎 你不來的話意思是什麼意思 你解釋不清楚嗎 你先請回 還有一位沒有請假今天早上送假條的 叫華山的董事長 葉吉蘭女士 不知道葉董事長為什麼沒有來 報告董事長我是代理人安隆奇 因為葉董事長另有公務所以請 有什麼公務呢 他出國了嗎 沒有出國 那他是華山董 華山董事長他有沒有資心呢 有沒有有沒有 因為有資心就必須來接受國會的監督不是嗎 這個總沒有什麼什麼 又是總統府的什麼相關的說明辦法吧 不要做賊心虛啦好不好 回去打電話叫你們 叫你們董事長來 是 是